我 歇一会儿 BGM 喂 告诉您个好消息 你推荐给我的路易老师 答应来上我的婚姻班主任了 你怎么这么冷淡啊 难道你不想知道路易婚姻背后的一些故事吗 不管怎么说 这事你也得关心一下吧 天哪 喂 你怎么了 喂 怎么了 好 杉小姐 您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我一回到家里 家就成这个样子了 您别着急啊 我们会及时处理的 嗯 谢谢 幸好话没有被逃走 好 怎么了 家里遭小偷光顾了 没丢什么东西吧 还好 损失不大 哎 最近真是水腻到了极点 水腻 就是很倒霉的意思 自从 你你别来我身上 自从遇到你之后 确实没什么好事发生啊 为什么没有三零一的楼到录像 哦 先生 是这样子的 刚才那个警察 把这个录像带拉走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小区啊 有好几个摄像头都坏了 恰巧你们那栋楼的摄像头也坏了 估计那个派出所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坏了 坏了为什么不休 现在是小偷登堂入室 以后就是杀人犯进来了 先生 是这个样子的 最近呢 我们物业公司啊 栽了这个产权纠纷 我们这边也没有人管 我们啊都有两个都也没发工资了 好几个同事都不干了 如果说到这个月底再不发工资的话 我也不干了 既然要走的话 我也就不怕跟你说吧 如果有什么事 你就找卫公司吧 就别找我 算了 我们走吧 先生不好意思 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啊 什么事 我今天能不能去你家借宿一晚 我家的锁全都坏了 我今天不敢回去睡了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不想让我父母担心 所以我不想回去 我的朋友呢 要不就住得很远 要么就在出差 我也不方便去找他们 你可以住酒店 可是我不敢一个人住啊 你别乱想啊 我的意思是 只要我知道房间里 还有另外一个人的话 我就不害怕了 到底行不行啊 别这么绝情嘛 好歹我们也师徒一场啊 那好吧 开门 哦 我 你打算在我这儿缠住吗 女孩子嘛 东西当然多了点啦 那 我反正呢 就在这里住一晚 明天白天起来呢 我就帮你把这里打扫干净 我睡沙发就可以了 你随意 嗯 我还有一些事要处理 我就不招呼你了 啊 哎 他家有什么好吃的呢 锅不错呀 烫 我肚子有点饿我看看你家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我家没什么好吃的 哎 不过我发现你们家的厨具特别好 是什么牌子的 这是美国百年厨具品牌 维时邦 我做菜只用这个品牌 真够专业的 公寓扇骑士必先立即进 做一个专业的厨师 必须有专业的厨具 有道理